再一个主题 血栓形成 Thrombosis 那么讲血栓形成 必然要带到一个概念 血栓 Thrombus 所以呢 我们就把 Thrombosis 血栓形成和血栓 Thrombus 放在一起讲 那么血栓形成 是指血管里边形成了一种 由血液原有的成分 组成的一种固体的物质 那么这种固体物质正常的时候 是不存在的 那么它对机体呢 会造成一些病理性的影响 那么我们正常的人体呢 它同样存在有凝血的机制 那么这个机制呢 是我们正常人体 在这个世界上存活 所必须的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知道正常的时候 血液呢 在血管里边有流动 川流不息 那么这个血液的成分 它主要是一般来讲 都是成液体状态的 那么当这个身体 如果受到损伤的时候 那么它不能任由这个血液 源源不断地流出去 身体它有一个保护机制 要把这个受损伤的这个缺口呢 给填充起来 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 就是一个正常的凝血过程 那么当这个机体 使这个局部发生了正常的凝血 堵住了这个缺口 那么它不能使这个凝血呢 继续进行下去 它就要对它进行限制 所以呢 这个是一种有序的 可以控制的过程 那么它受到很多因素 很多细胞的共同的作用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凝血过程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在这个正常的凝血过程当中呢 有一些重要的参与者 那么这个里面呢 有很多是细胞 还有一些呢 是一些蛋白性的物质 或者是一些离子 那么其中有三个主要的成分 一个就是血管壁 特别是它的内皮细胞 大家知道这个血液 它是在血管里边流动的 那么血管壁 就是它的一个最主要的屏障 使它跟外界呢隔离开 那么在这个血管壁上呢 还有很多的结构 从外到内 它有外膜 有中膜 还有内膜 那么这个内膜 实际上就像我们马路上铺的 那个柏油一样 很平滑 很平滑 可以使这个血液呢 在里面呢 处于一种非常平稳的状态 如果说这个内皮发生了问题 那么这个血液的平缓性呢 就不能保持了 第二种主要成分呢 就是血小板 血小板呢 是参与正常凝血过程的 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分 那么除了这个血小板以外呢 咱们身体里边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参与正常凝血的一个机制 就是凝血的急连反应 那么这个三者 在我们人体的正常的 止血或凝血过程当中呢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下面呢 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这个正常的凝血过程 那么一般情况下 血液在血管里面流动 这个血管呢 是完整的 如果说这个血管的完整性 遭到了破坏 比如说局部出现了一个破口 损伤了 或者是局部由于缺氧 这个内皮细胞发生了损伤 或者是由于一些毒素的影响 使这个内皮细胞发生了变性坏死 或者是由于一些感染性的因素 使这个内皮细胞发生了损伤 那么这个局部的血管的完整性呢 就要遭到破坏 大家可以看一看 正常的时候 这个血管的最内面呢 它是一层完整的内皮细胞 内皮细胞一个挨一个 在我们人体的大部分血管内呢 它都是比较完整的 细胞之间的间隙呢 非常的小 在一些特殊的组织和脏器 这个细胞之间呢 会有一些间隙 那么在大部分的区域呢 这个间隙呢 都是很小的 那么在细胞外边 还有一层基底膜 那么这个基底膜 还有外边的一些间隙 正常的时候呢 它跟血液是不接触的 只有内皮细胞跟血液呢 才接触 当这个内皮细胞的完整性 遭到了破坏以后 那么这个局部 这个内皮下的一些间隙 一些胶原成分呢 就会暴露在这个血液里边 那么这些暴露在血液里边的 这个胶原成分 那么就可以和血液里边的 一些细胞 特别是这个血小板呢 进行粘副 那么这个是启动凝血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机制 那么当这个血管收到损伤以后 它还有一个反应 就是它会发生收缩 它的目的是为了使这个空隙 这个损伤呢 减小把它填完了 那么这种血管的收缩呢 可以是通过这个神经血管的反射 也可以是通过释放的一些物质 那么使这个局部的血管呢 发生收缩 它的目的呢 是为了促使这个破口的减小 把这个缺损呢 给它填补上 那么当这个内皮细胞破坏以后 内皮下的胶原纤维呢 就暴露出来了 为它跟血液里边的血小板的接触 提供了条件 那么血小板上呢 有很多的粘副分子 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糖蛋白EB 那么这个糖蛋白EB呢 它可以通过VW因子 这个VW因子呢 它是由内皮细胞产生的 那么这个血小板上的这个受体 它可以通过VW因子呢 和细胞外的胶原呢 相结合 那么这种结合呢 我们就叫它是血小板的粘副 那么血小板就可以 在局部血管壁上呢 固定下来 那么一旦这个血小板发生粘副以后 那么它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那么这个血小板跟胶原粘副以后呢 它就发生了这种变化呢 我们叫它是激活了 那么这个激活的血小板呢 它可以发生两种主要的改变 一种改变就是它的形状发生了变化 那么它的形状呢 变得有离于一块一块落起来 跟它像这个墙砖一样 给它落起来 那么为局部形成一个栓子呢 提供条件 第二个变化呢 就是它会释放一些颗粒 那么这些颗粒呢 有很多跟后面的凝血相关的物质 比如说像这个ADP和血栓素A2 那么这个活化的血小板通过变形 以及释放的一些物质 使它们互相之间呢 发生了这种年级 血小板跟血小板呢 年级在一起 那么这种年级反应 还有一种很重要的物质参与 就是这个fibrin 就是纤维蛋白或者纤维素 那么这种纤维素呢 它通过血小板上的另一个受体 使这个血小板和血小板之间呢 互相之间呢 连接在一起 这种过程呢 我们叫它是血小板的年级 那么正是由于血小板 跟细胞外的这种机制发生了年复 同时呢 同时呢 血小板又通过纤维蛋白互相之间呢 发生了年级 那么就在局部呢 形成了一个直血栓 那么这种直血栓呢 我们也叫它是原发性的直血栓 或者叫初级直血栓 那么这是正常生理性凝血的开始步骤 那么如果说这个人的血小板 出现了问题 那么这比如说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 比如说它这个血小板表面的一些受体 出现了缺失 或者是功能的下降 那么当机体局部血管受到损伤以后 这个血小板呢 它就不能发生正常的粘腹 或者是粘疾作用 那么就会影响到这种初级 或者是原发性凝血过程 那么这个病人呢 在临床上就会表现为出血素质 尽管这个病人 它有可能血小板技术是正常的 甚至还有可能是升高的 但是呢 它的血小板功能呢 是异常的 那么所以像这种情况呢 它可能需要做一些遗传学的检查 才能发现它这个血小板的异常 那么这个原发性的直血栓呢 它主要就是由于血小板聚集形成的 那么这个是正常凝血的第一步 好 再继续往下反应 那么 我们知道这个局部啊 组织 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破坏了 那么破坏以后呢 它会释放出一些组织因子 那么这个组织因子呢 它可以激活凝血脊连反应 那么这个给大家看的是一个模式图 那么这个是在细胞的表面 这个是组织因子 那么组织因子呢 它可以跟细胞膜结合在一起 那么它为凝血的脊连反应呢 提供了场所 那么组织因子启动的 这个凝血的脊连反应 我们也叫它是 外源性的凝血脊连反应 那么这种呢 往往是由于就是组织破坏以后 释放出组织因子 使局部呢 发生的这种凝血反应 那么 这个激活的这个组织因子呢 它首先激活凝血反应过程当中 所需要的七因子 那么激活化的七因子呢 再往下发生脊连反应 那么最后呢 活化凝血酶 那么凝血酶 是凝血脊连反应过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种物质 或者是它是一个效应器 那么形成了凝血酶以后呢 它才能把这个血液里边的这种 显微蛋白源 匹裂 使它形成 显微蛋白 那么 这个显微蛋白源 原来是可溶性的 那么 血小板通过显微蛋白源之间的 这种年负呢 年级呢 它是不牢固的 那么一旦当这个显微蛋白源 匹裂形成显微蛋白以后呢 它就变成不溶性的分子了 那么这些不溶性的分子 实际上它就像一些 网架结构一样 或者说像我们盖的楼房的这种 钢筋水泥形成的框架结构一样 就把这些血小板呢 这些砖块呢 网螺在一起 形成非常牢固的一个结构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叫它是次级直血栓 或者叫 次级的凝血栓 那么这个 这种凝血栓呢 它一般来讲 它是不可复的了 那么因为它是有一些 不溶性的分子 不溶性的框架 网螺了一些 血小板 混合在一起呢 形成的 那么在这个 绑架结构里边 除了有被网螺的血小板以外呢 还有会有一些红细胞啊 白细胞啊 等等 那么 这种 凝血栓呢 我们叫它是 次级的凝血栓 那么这个是 凝血过 正常直血过程的 形成的 第二个部分 那么 当这个机体的局部 形成了这种凝血栓以后 那么 把伤口堵上了 那么这个机体呢 这个时候呢 就要对它产生 另一种反应 另一种机制呢 就要发挥效应了 因为局部 比如说有一小伤口 被它填上了以后 它不能任由这个 止血栓呢 不停地生长下去 那样有可能会把 这个血管腔呢 堵塞了 那么反而呢 造成副反应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机体实际上 它是有阴阳 两种调节机制 那么一种呢 是促进它 形成凝血的 另外一种呢 就是抑制它 凝血过度的 实际上 在促进凝血的时候 它这个调节的机制 抗凝血的机制呢 就已经开始了 那么这个右面 这张图呢 显示的是 在抗凝的过程当中 内皮细胞 以及上面的一些受体 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内皮细胞 那么这个是内皮细胞的表面 我们可以看到 内皮细胞的表面 有很多的分子 这个呢 是其中的一个 叫血栓调节素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血栓调节素呢 它可以和凝血酶结合 那么结合以后呢 它就可以活化蛋白C 那么这个蛋白C呢 它是一种蛋白溶解酶 它可以溶解五因子和八因子 那么这个是内皮细胞 来调节这个 控制血淋的一个负性机制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血小 内皮细胞表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内皮细胞表面呢 还有一些这个 干素样的分子 那么这些干素样的分子呢 它可以和抗凝血酶3结合 那么它跟抗凝血酶3结合以后呢 它就可以活化凝血酶 同时 对不起 说错了 这个干素样分子和抗凝血酶3结合以后呢 它可以抑制凝血酶 以及十因子和九因子 那么对凝血过程呢 是起抑制作用的 那么第三个途径呢 就是内皮细胞 它还可以释放一些物质 抗凝性的物质 比如说像这个一氧化氮等等 还有ADP酶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ADP呢 是在前面我们讲的凝血过程当中 有活化的血小板释放的一种 非常重要的 促进血小板年级的一种物质 那么内皮细胞释放的这个ADP酶呢 它可以使这个ADP呢 降解 那么抑制血小板的年级 另外呢 这个组内皮细胞呢 还有一个功能 它可以合成并且释放组织的 鲜溶酶原激活蛋白 那么促进这个鲜溶的过程 因为我们体内除了有凝血 集联反应以外呢 还有一个鲜溶的集联反应 那么这个集联反应 实际上是一阵一阵 来调控正常体内的 这种凝血和鲜溶的过程 另外一个呢 刚才我们讲了 内皮细胞破坏以后 它有一个 可以触发这个凝血的集联反应 这种集联反应呢 是通过组织因子来实现的 这个呢 我们叫它是 外源性的凝血通路 或者是凝血集联反应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内源性的凝血集联反应 那么这个呢 它是通过激活12因子 再往下发生的集联反应 那么这个内源性的 和外源性的这个 凝血集联反应呢 最后呢 它有一个共同的通路 那么这个最后的共同通路呢 就是使这个凝血酶活化 那么形成一个 匹裂显微蛋白源的 一个效应分子 所以在我们的体内 正常的时候 它有正常的凝血途径 还有呢 正常的鲜溶途径 正是由于这个两种因素 它们互相制约 互相抗衡 那么使这个血液呢 能够在体内 在血管里面 维持正常的这种液体的流动状态 保证呢 我们身体的 这个血流状态的稳定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通过我们前面的一些介绍 大家可以了解到 内皮细胞 血小板 还有凝血集联反应 在这个正常的 生理性的凝血过程当中呢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下面呢 我们有一个总结的表 再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 因为这个凝血过程 正常的凝血过程 对我们后面学习 这个异常的凝血过程呢 非常重要 它是一个基础 所以呢 希望大家对这部分内容呢 有比较多的了解 那么内皮细胞 我们可以看出 它在正常的时候呢 它是主要是发挥了一个 抗凝的作用 但是当这个局部血管壁 一发生损伤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发挥 它的抗凝的作用 促进血凝固的作用 那么它的抗凝的作用呢 是有几种表现 第一个就是 它是一个具有 抗血小板的这种功能 那么正常的时候 内皮细胞可以产生一些 抑制血小板年级的一些物质 第二个呢 它具有抗凝血 集联反应的这种功能 第三个呢 它有促进鲜溶的功能 那么当机体受到一些损伤的时候 内皮细胞呢 就会发现 内皮细胞呢 就会发挥它的 促进凝血的功能 那么同样的 它也是通过 影响血小板 影响鲜血的集联反应 以及影响鲜溶过程 来达到这个促进鲜血的过程 促进鲜血的目的 那么正是由于内皮细胞存在这个两种互相抗衡的作用 那么这个局部的血液稳定性呢 才能够得到实现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呢 就是血小板 那么血小板 正常的时候 它被内皮细胞的屏障功能 跟内皮下面的胶原呢 是间隔开的 那么当局部组织损伤以后 血小板才有机会 被内皮细胞下方的胶原纤维呢 活化 活化以后呢 它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形 还有颗粒释放的作用 那么启发 启动它的连疾 那么同时呢 又对凝血的其他的一些反应呢 起作用 那么第三个重要成分呢 就是凝血的急连反应 那么这个急连反应啊 它是一个蓄罐的过程 一旦这个过程启动以后呢 它就会一级一级的往下反应 那么外原性的凝血过程 在组织因子的激活下 首先是从七因子开始的 那么内原性的凝血过程呢 它是从十二因子开始的 那么最后呢 它们通过共同的途径 把凝血酶呢 激活了 然后使显微蛋白源呢 转化为不容性的显微蛋白 那么形成这种凝血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这个框架结构 那么在凝血的同时 实际上呢 还有一个鲜溶过程 跟它是抗衡的 那么正是由于 这个两种急连反应 才能够保证凝血过程呢 是以正常的方式进行 既不过分也不缺少 那么这个是正常的 机体的这个凝血的 重要的几个成分 那么正是由于 这些重要的成分存在 所以呢我们人能够 在正常的情况下 既不形成血栓 也不发生出血 那么如果说出现了血栓 或者是发生了出血 那么就意味着 它血循环呢 出现了异常的改变 那么正常的 促进凝血的过程 它是一种生理功能 所需要的 而且呢 它是可控制的 它是可控制的 有限的 那么它是 所以我们叫它是生理性的 是受到自我身体的 自我调节的 那么如果是在血管里边 在不需要的情况下 它形成了一些异常的物质 或者是形成了 血液成分的细出 这样一种现象 那么我们就叫它是 形成了血栓 Thrombosis 那么这个 Thrombosis呢 它不是我们正常 生理状态所需要的 它是一种病理现象 所以后面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一种 跟正常的凝血过程呢 有一定相关性的 另一种病理现象 Thrombosis 血栓形成 血栓形成 跟正常的凝血状态呢 是非常相似的 对于机体来讲 它有一个正常的凝血机制 那么这个正常的凝血机制呢 依靠三个条件来达到目的 第一个就是 内皮细胞的状态正常 第二个呢 就是血小板的状态正常 第三个条件呢 就是有一个凝血集点反应 在机体需要的时候呢 它会发挥它相应的作用 那么 在机体的凝血过程当中 我们把它人为的分成四个部分 那么第一步呢 是内皮细胞的损伤 内皮细胞的损伤呢 为凝血的开始 提供了条件 那么内皮细胞损伤以后 内皮下面的胶原纤维呢 就暴露在血液当中 正常的时候 胶原纤维是由于 是由完整的内皮和血液呢 是分隔开的 当胶原纤维暴露以后呢 就为它跟血成分里边的一些 跟凝血相关的物质的接触呢 提供了基础或者说条件 那么凝血的第一步呢 是依靠血小板 血小板 可以跟内皮下的胶原纤维呢 结合 那么它们之间的结合呢 需要依靠一些受体 另外呢 要通过一些借导的分子 比如说VW因子和细胞外边的胶原纤维呢 连接在一起 那么这个过程呢 我们叫它血小板的粘副 当血小板通过一些粘副分子 发生粘副以后呢 它就会发生一些形态学上的改变 另外呢 它的功能也会发生变化 这个时候呢 我们称血小板呢 发生了激活 激活以后的血小板呢 它通过变形 使得它更容易堆积在一起 另外一个呢 这个激活的血小板呢 它可以释放出一些物质 比如说ADP 血酸素A2等等 这些物质呢 可以促使血小板呢 进一步发生粘剂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组织因子 那么可以使这个凝血的 激连反应呢 开始启动 这个组织因子呢 可以是由内皮细胞释放 那么当这个凝血 激连反应启动以后呢 它就像一串 那个瀑布一样 那么这个反应呢 一步接一步往下进行 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活化了凝血酶 那么活化的凝血酶呢 可以使纤维蛋白源 转化为纤维蛋白 这些纤维蛋白呢 它就像我们建筑上的 钢筋水泥一样 为这个凝血块的形成呢 提供了很坚硬的支架结构 那么在这个激发性的凝血 开始以后呢 实际上我们机体呢 它还有另外的一套系统 就是抗凝系统 因为对于机体来讲 这个凝血呢 是它身体的需要 那么当它达到目的以后 它不能无限制的 让这个血液呢凝固下去 那么否则就是病态了 相应的它体内呢 有很多的机制 来约束这个凝血系统 那么它主要是靠 鲜蓉系统 那么鲜蓉系统的活化 以及还有其他一些 促进这个凝血因子 灭活的途径 那么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使这个凝血和鲜蓉呢 达到一个平衡 那么这个是正常的 身体内的凝血的调节机制 在这个调节过程当中呢 内皮细胞 血小板 还有凝血的集联反应 以及鲜蓉系统等等 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内皮细胞 有相应的抗凝和凝血的功能 血小板呢 正常的时候 它是处于待命状态 当机体需要的时候呢 它会激活 或者说活化 活化以后呢 它发生粘疾 这个是血栓形成的起始 所以血小板 是凝血过程当中 一种非常重要的参与者 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呢 就是凝血的激联反应 凝血的激联反应 一旦启动以后 它就会一级一级的往下进行 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使凝血酶活化 活化以后呢 它可以生成显微蛋白 那么这个纤维蛋白呢 它在凝血的凝血块当中呢 起着非常重要的支架的用途 那么在这个纤维蛋白之间呢 它网络了很多的血小板 那么这样呢 使这个血栓呢 变得更结实 这个是体内的正常的凝血过程 那么对于机体来说 它的异常的凝血呢 我们就叫它 thrombosis 那么什么是 thrombosis 血栓形成呢 我们有一个定义 它是指活体的心血管系统里边 血液当中的某些成分 凝集以后 形成固体质块的过程 叫 thrombosis 血栓形成 那么我们在学习这个概念的时候呢 有一些词我们需要 尤其需要注意的 这个血栓形成呢 它一定是在活体的血管里边 那么我们知道 当这个个体失去生命力以后 它的体内的血液会发生凝固 那么这种死后的血液凝固呢 我们不叫它血栓形成 而叫它死后凝血 血栓形成这个概念呢 一定是指活体的心血管里边 它的血液成分呢 出现凝集 那么这是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形成的这个固体质块呢 我们就叫它 thrombosis 血栓 那么这个血栓的成分 它主要就是血液的成分 它里边呢 包括血小板 显微素 或者说显微蛋白 以及被显微蛋白 网罗在一起的 血液里边的原有的细胞成分 包括红细胞 白细胞等等 那么对于这个机体的血栓形成来讲 它跟正常的凝血过程呢 是基本上是相似的 它也需要这个三方面的参与 一方面呢 就是内皮细胞的损伤 正常的时候呢 内皮细胞是完整的 光滑的 那么血液在血管里边流动呢 它是处于液体状态 所以正常的时候 内皮细胞实际上 它是具有一定的抗凝的作用的 那么当它发生损伤以后 就有可能促进 这种凝血过程的开始 第二个重要的参与者呢 就是血流 那么正常的时候呢 血流在血管里边呢 是处于一种层流 那么它是一种正常的血流的状态 那么血细胞位于中央 血流的中央 血浆呢 位于细胞的外围 跟血管内皮的相接触 那么这种血流方式 对于机体来讲呢 是最合适的 那么如果说 由于某种原因 使这个血流的状态发生了变化 那么就有可能 为血栓的形成呢 提供条件 第三个因素呢 就是这个凝血状态 那么这个凝血过程里边 有很多的因子 和一些细胞的成分的参与 那么正常的时候 这些成分呢 它是处于一个正负平衡的状态 既不凝血过度 也不鲜容过度 那么如果说 这些凝血的因子 发生了异常 处于高凝状态了 那么就有可能促进 这个异常凝血的发生 所以在异常的凝血过程当中 或者说 在血栓的形成过程当中呢 有三个因素 在起作用 内皮细胞的损伤 血流的异常 以及凝血的异常 或者说高凝状态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叫它是 Vertial三连征 它是对血栓的形成呢 起非常关键作用的 三个因素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三个因素 出现问题以后 机体为什么会发生 血栓形成 第一个因素就是 内皮细胞的损伤 正常的时候 内皮细胞是非常完整的 背负在血管的内皮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天然的屏障 把血液里边的一些成分 特别是跟凝血相关的 一些成分 跟内皮细胞外面 或者是它细胞内的一些 具有凝血激活的这些因子呢 都给间隔开了 那么它是处于一种 非活化状态 那么这个是保证我们 体内血液正常流动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或者说条件 如果说内皮细胞 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影响 发生了损伤 它脱落了 那么内皮下的胶原纤维 就会暴露出来 为血小板的活化呢 提供了条件 另外一个呢 当这个内皮细胞 发生损伤以后 即使它不脱落 那么它的功能呢 也会发生变化 那么这种功能的变化 会导致内皮细胞 它释放的物质 发生改变 正常的时候呢 它可能是以释放 这种抗凝物质为主 那么当它受到损伤以后 功能发生变化了 它有可能呢 就会切换成 以释放猝凝血的 这种物质为主 那么当这个动态平衡 被打破了以后呢 就会有可能出现 异常的凝血 那么在我们机体 有哪些因素 可以导致内皮细胞 发生损伤呢 也就是说 有哪些会导致 血栓形成的因素呢 有很多了 那么第一个 非常常见的就是 创伤 内皮细胞的 机械性的损伤呢 它可以导致内皮下面的一些 胶原线味暴露出来 或者是这个内皮细胞的功能 发生变化 那么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一种原因 比如说 当这个组织受到了一些 创伤 那么这个血管呢 也会相应的受到累积 那么其中的内皮细胞的损伤 就有可能会促使这个局部呢 出现凝血的过程 这是第一个 常见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炎症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血管 它也可以发生炎症 那么当这个炎症 累积内皮细胞的时候 内皮细胞的功能 或者说形态 都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那么甚至呢 有可能发生变性坏死 相应的 它就会为凝血呢 提供条件 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包括一些血流的改变 或者是血管内部压力的改变 那么这些呢 都有可能使内皮细胞的状态呢 发生变化 另外呢 像一些感染性的疾病 一些细菌的产物 它有可能会对内皮细胞呢 造成损伤 那么包括其他很多物质 都有可能对内皮细胞造成损伤的 比如说像高质血症 还有呢 像吸烟 大家知道吸烟的时候 吸进去的二氧化碳 对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呢 是有损伤作用的 那么无论是哪一种原因 只要它导致这个内皮细胞 受到了损伤性的改变 包括它的功能的变化 它的形态的变化 或者是它的变性坏死脱落 那么都有可能 为这种凝血呢 提供了这个便利的条件 这是一个血管炎的组织学切片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图的中央是一个血管 但是这个血管跟我们前面看到的血管不太一样 这个血管的腔不清楚了 是吧 血管腔里边被其他的物质填满了 那么这些物质里边有很多是这种浅粉染的 这种其实是血小板和纤维素 还有这种颜色比较红的 一个一个看得比较清楚的 这个是网罗在其中的红细胞 这个就是一个血栓 那么这个血栓呢 把这个血管腔填满了 那么对于这个病人来说 它的血栓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由于它血管的内皮细胞发生了损伤 这是一个血管炎的病人 那么血管炎的病人呢 有一部分病人 他身体里面是产生了对抗这个血管B的一些抗体 那么这些抗体可以跟这些内皮细胞 这个区域的抗原发生反应 促使一系列的炎症反应 那么最后呢 导致这个血管B呢 发生破坏 那么破坏的结果 就是内皮下的一些物质 特别是胶原纤维呢 暴露在这个血液当中 那么促使血小板呢 激活 粘腹和凝疾 另外呢 组织化死以后 它还会释放一些组织因子 这个组织因子呢 可以启动凝血的几连反应 那么促使这个凝血块的进一步的形成 和巩固 好 这是第一个条件 就是内皮细胞